随着全球科技不断发展 如今各个国家不仅追求更加先进的五代引试战机 同时也在不断提升本国海军的实力 然而亚洲所有怪物防制称 除了有的美国帮助的日本之外 同时也拥有近年来的后继之久中国 两个国家不仅拥有五代机 同时海军部队的发展势头也是非常的迅猛 而且日本更是在美国的帮助下打造出了七艘直升机驱逐舰 而中国除了两艘航母之外 还拥有055 075 052D等舰艇 可以说中日两国的光芒完全覆盖了韩国 为此一直没有将过多的目光放在这个亚洲国家的身上 根据了解韩国会下拥有一百七十艘舰艇 总吨位数达到了二十万吨 总兵力大约在零万七千名左右 目前韩国海军主要的装备为驱逐舰和护卫舰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 独岛级两栖攻击舰 该舰艇搭载美国宙斯盾舰载防控系统 采用黄蜂级攻击舰同款设计 拥有直通式甲板 搭载四台柴油机 标准排水量为一万三千吨左右 满载排水量达到了一万九千吨左右 此外还拥有21连装的MK49垂直发射系统 可以说这样一艘舰艇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 此外韩国海军会下还拥有 世宗大王级驱逐舰 该舰艇拥有一万一千吨左右的满载排水量 而且最高航行速度达到了三十节左右 由于曾经韩国将本国的SM舰载防控系统 与美国的MK41垂直发射系统安装在一起 导致两个系统并不兼容 为此也让其打击能力大打折扣 但是据消息称 新升级的世宗大王级搭载全新的垂直发射系统 并且也搭载宙斯盾系统 届时该舰艇的打击能力 足以媲美中国的055 值得关注的是 韩国海军目前拥有三艘独岛级攻击舰 三艘广开土大王级驱逐舰 六艘李顺陈级驱逐舰 三艘世宗大王级驱逐舰等等 可以说该国海军的实力并不弱 甚至凭借全新的驱逐舰 实力还有望再次得到提升 这也是外界为何称之为亚洲怪物防的原因所在 毕竟实力摆在面前 虽然目前韩国还没有研发出航母 但是无法保证美国会像帮助日本那样 将其进行帮助 届时亚洲地区将会再度诞生一个海军实力 仅次于美国的存在 这一点完全有可能发生